今天新聞可以關心最新的消息 明天開始是清明廉價 不過此刻卻發生高鐵的嚴重霧點事件 那麼根據瞭解是高鐵左營站內的電車線 遭到後方東南水泥草體倒塌給波及了 造成高壓電塔被壓到 而且連帶的在燕朝以南的電車線 全部沒有辦法送電 那麼所以目前高鐵左營到台南 已經暫停行駛 這讓提早返鄉的旅客形成大亂 高鐵左營站滿滿都是旅客 民眾進站準備搭車 卻被請出去改搭接駁 一整個狀況外怒氣匆匆 他之前是騙我們說車廂的門壞掉 然後後來才承認是台南到左營的電力異常 然後叫我們去做接駁車 也不告訴我們到哪裡去做接駁車 班次告示牌行車資訊 開車時刻不是延遲就是時間未定 由於目前高鐵台南到左營區間暫時停止 工作人員發放免費高鐵票 要旅客改搭台鐵到台南 往北搭到沙輪之線再轉搭高鐵乘坐 前面連假高鐵左營卻發生電力異常 罪魁禍首是這個 經常下午3點39分位於南澤東南水泥場區施工 包商在拆除廠房的時候疑似是操作失誤 水泥塔撞到台電高壓電塔倒塌 造成台電輸電線路斷裂 墜落在高鐵主線的正上方 影響高鐵主線電車線段路供電中斷 高鐵公司只好變更運轉 區間為南港站到台南站 並啟動台南到左營間的接駁 同時成立緊急應變中心 希望儘早排除狀況恢復輸運正常 記者綜合報導